布萊頓是在英格蘭的南部 它最有名的就是有一個很熱鬧的沙灘 你走到每個角落 你都會感受到它濃濃的度假氣氛 最棒的是, 你從倫敦去 只不過是要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所以我強烈建議 去開倫敦, 無論如何都要去逛逛 來到海邊, 難道吃牛扒嗎? 當然選一間海鮮餐廳 吃海鮮餐, 就這間了 這間餐廳每天都會有新鮮運度的海鮮 他們還有一塊波 寫下今天哪條魚, 還剩下多少條 讓我也不要收拾, 先選一條來吃 開心了 好, 先吃蠔 蠔有一個是醬汁 醬汁當然熱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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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先試試 蠔口肉 而且它是很忌廉的蠔 加上沙律醬, 即是沙律醬 很忌廉的 先試試, 這個是紫菜牛油 很好吃 很好吃 除了很好吃之外, 還有甚麼用詞 因為Siri跟海有連繫 所以跟蠔很配合, 即是很搭配 這個叫Roccafella 它用了當地很有名的酒 那個酒有花燒八角在裡面製作 然後再加菠菜 喝醬汁 你幻想有點像滷水的味道 因為我說有花燒八角 但滷水加蠔 是從來不會一起的 但竟然那種香料配搭 加上蠔的海水鹹味 就是這麼好吃 真的不是說謊 先吃這些 圓條的龍味柳 我真的有一件事 是我的隱藏技能 就是我可以整個柳子蓋給你 在香港小姐的時候 我應該表演棋魚柳 你看 這間餐廳也一樣好 它的調味料 從來不會圈奔奪 除以奪走本身食材的鮮味 這個魚也是一樣 它只放了輕輕的香草醬 煮湯 直接上給我了 所以魚很鮮甜 而且肉很彈牙 我一看,已經看到我喜歡的材料 就是我看到它有點辣 我想它有點辣 先試試 你幻想避風糖炒蟹的味道 那種很香,有點辣 這個意粉很夜味 這個意粉是由頭盤很鮮的生蠔 到很鮮味的魚 慢慢到很夜味的意粉 我吃光了三碟菜 我都覺得沒有重複 那種味覺的刺激 有些海鷗虎樹丹丹 其實坐在外面吃東西 有一個危險 就是因為這裡的海鷗 很不怕人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我不說是誰 我亦不說是我同行的導演 他拿著兩隻熱狗 他在吃這邊之小 這邊的熱狗,那條腸 突然有一隻海鷗 擔走了 那個導演就… 沒有了一邊 但他把這一半的麵包給我吃 他說對不起 這邊被海鷗擔走了 這個是你的,是沒有腸 所以在海鷗吃東西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他們的海鷗隨時會担走你的食物